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辈子真的和我一样 被人争夺利用 他活着有什么意思 还不如他现在就死 你接近我 不过是为了毕罗天 你何曾对我有过一丝真情实意 七王爷为了得到毕罗天 坚持不懈地追杀不弃 幸好九叔救了他 从此爷儿俩以乞讨为生 但我们不弃 埋头做最低调的灰姑娘 闷声开最大的挂 满级惊伤 爱跑的女孩子 运气不会差的 满分流汗 管她是霸道总裁 还是江湖侠客 一个眼神就到手 除了七王爷 还有一个叫萧九凤的 别想得到毕罗天 他们俩都宣称 对薛飞有情 实际只是想利用圣女 但是家属不知道呀 所以他们排着对杀不弃 先是以柳明月为首的女子天团 弄死九叔不算 还一路追杀到京城 如今更是潜进了莫府 看着眼神 吓得八戬 嗦嗦发抖 然后是七王爷的独子 陈玉 他以为不弃是七王爷的私生女 屡屡在爱与恨的边缘 扭扎 这怕是又一个 有情人终成兄妹的惨剧 所谓最毒妇人心 整个杀不弃团队里 莫夫人是最狠的 他知道不弃就是自己丈夫的女儿 但又不想连累加毒 所以暗中给不弃下毒 让他过几年再死 我说莫夫人辱不去宫斗 真的太可惜了 总之 无论不弃走到哪儿 都是危机四伏 况且现在九叔和阿皇都死了 愿意真心帮他的 没几个编剧 赶紧让不弃和男主 擦出爱情的火花吧 去他的有情人 终成兄弟说吧 我祈祷有情人 终成兄妹啊